現時立法會議員的人工大約是7萬 立法會教育課議員張文光認為 自己的議員薪酬低過學校校長 但工作量和壓力不少 認為調整薪酬至問責局長月薪的3至5成合理 其實現在立法會議員的人工 已經是問責官員的接近3成 所以如果起點是3成開始 變化其實不是很大 而且所謂5成 就是有一天可能他全面普選 才有機會 起這個數字 所以工作不需要太過敏感 他又認為自己提出的自願減薪制度 可以容許未能全職做議會工作的議員減薪 平息公眾不滿 不過有學者就表示 公眾未必接受議員大幅薪酬調整 香港的最大問題就是說 香港公務員系統的人工一號都是非常之高 是全世界最高之一 於是如果用同一個政府官員的人工來掛勾的話 很可能就會出現一個挺高的人工 令到公眾未必一定那麼容易 他又認為即使立法會議員大幅加人工都難以吸引 新生代投身政壇 因為由開始從政到選議員需要很長時間 要吸納人才可以選擇增加議員實報實銷的合理津貼 以改善議員助理的待遇 甚至長遠仿效外國增加議員的權力 令年輕人覺得入行是有發展前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 是否建議員會按照 謝謝大家 phys 感谢观看